宫人事案 这戏马挺刺激的 就是眼神不太好 她哪里讨人喜欢 宣 西陵公主入殿 飞燕见过天阙王上 并带父王向王上问好 王妃 飞燕公主免礼 那个铃铛是极厉害的武器 早就听说 这个西陵飞燕公主 见陈鱼落雁之美 见别顾王上 去囊而战将之人 居然敢带兵器如内 果然是名不虚传 飞燕公主 请坐 天阙王上 父王先前曾传书与您 想与天阙和亲 结永世之好 不知 王上议下如何啊 父王久久未得回复 父王久久未得回复 故嘱咐小王代为询问 天阙王上 您迟迟不做答复 是因为我配不上四王子吗 这楚飞燕挺豪放啊 宫人事案 这戏马挺刺激的 就是眼神不太好 她哪里讨人喜欢 卑燕公主才貌双全 你要是配不上我们家北月 那世上还有人配得上吗 那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当然答应了 能与西陵结亲 本王倍感荣幸啊 北月 你说是不是啊 父王 所言甚是 可是如今儿臣已经有了正妃 那岂不是 委屈了飞燕公主 飞燕公主的一番美意 小王也只能辜负了 厉害啊 这故事要让我背啊 也太影响了 四王妃的位置 四王妃的位置 自然只能有一个 那不如 你就废了她吧 愿意吗 好啊 我同意 你好了 她若是进府 你就休想再看到那把匕首吧 好啊 殿下 臣妾嫁入四王府 一心侍奉殿下 如今却要被废 不知错在何处 请殿下明示啊 殿下 王上还没发话呢 王上还没发话呢 你怕什么 刚才飞燕公主说的 你也听见了 你 是我天阙的四王妃 侧风圣旨以下 册封圣旨以下 谁敢动我 多谢殿下 不过是开句玩笑 你这么认真 倒显得我欺负你了 不如 我们比试比试 要比试啊 要比试啊 听为天阵选妃有文武之选 不如本公主 同你来一场文武较量 如何 自王妃入选之时 便文武皆不会 如今这飞燕公主要与她比试 她如何应付得了 你真是 韩子晴这个天阙的四王妃 是由父王 亲自册封的 我看 已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比较了 四王子此言差矣啊 堂堂天阙的四王妃 若是文武皆不讳 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吗 对啊 四王子 我可听说 你并未行大欢之礼 那这四王妃的位置 还是得要天下人心服口服才是 你并未行大欢之礼 王上 您说呢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本王也看出来了 飞燕公主啊 对我家北月是一片痴心的 这样 按我们天阙选妃的规定 由飞燕公主与四王妃 比试一场 圣者就是郑氏的王妃 父王 等一下 北月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 这是咱们天阙的家事 与外人有何干系 你就不要担心了 那即使是子情输了 也不过是由 郑妃变成侧妃嘛 他天天还跟你在一块儿啊 你身为王子 大局为重 好个以大局为重 四王妃的名分不是你下着册封的吗 说作妃就作妃了 你这个四王子表面看着风光 也得受制于人啊